顛鉗 這座襪子來講 它的面紮是純羊毛紮 這座襪子就是用的羊毛紮 經過黃縮處理 這個的桶鏡 它是比較大的 那它是利用霜跟合机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立体效果 这一款袜子用起毛的方式增加它的厚度 然后在理层去做刷毛的处理 发热纱在理层 面纱是主战纱 这双它袜筒的部分是全起毛 所以它整个袜子是到袜筒都有厚度 密度高最大的目的是在它的那里传线 它的里头的砂量砂的含量量很高 这个袜口的部分是强化的那个莱卡的弹性砂 另外是用防手工对木的一个制造方式 这是完全平均的 里层加了防美白岸砂它跟弹性砂包一起加在里层 然后呢再加了竹炭砂跟羊毛砂 竹炭砂本身就具备了它的消臭功能是比较强的 然后它也有一点的包软效果 那羊毛砂大家都知道羊毛砂本身就是薄 熟素性要去注意到它穿一两个袜筒不能滑下来 袜筒不能滑下来这个地方要顾好 还有这个地方 然后既然是登山或是滑雪或是户外的袜子 那么就是在动态的状况之下 所以脚的位置要加强固定 像这个地方一样有开一个网状的变质 但是面积就是这一带而已 让它加速它换气的作用 当然这个竹根的深度是非常足够的 它的深度够对整个竹根这个脚根的保护性 同时完全包护的状况之下 它的好处就是 不会因为这里运动的影响 造成上面的拉扯